這裡是即將開幕的速食餐廳 志誠之心百無禁忌 開張前老闆無償借給慈濟 在厄瓜多辦一診 那邊的話報道區 你要面對他們才能報道 來自美國的前刊志工團隊 實地沙盤演練 先探路好才能詹密規劃 你不要把藥放在這裡 訓練當地的義工有不同的分工 特別在健康教育方面 還有可以在疼痛治療方面 這些都很容易帶動當地的義工 更投入醫療的服務 助人尤其是跨國池原 可不能全憑滿腔熱情 除了資深志工打前鋒 還有在地修女瞻前顧後 希望很多人 誰真的要欠責 有健康教育 要去處理 不只為興趣 而是讓他們有空 和機會 給他們有健康教育 很多人 因為他們都不可以 來參與 或是有健康教育 因為他們都不確定 慈濟在過去強震和水患的重災區 選出了四地要接連舉辦大型議診 自2016年起 慈濟就在厄瓜多展開短中長期援助 包含以公代政 援建教堂 神職人員宿舍 和職訓教室等等 一路走來 往返厄瓜多 足足有七次的紐約慈濟人 段季度 點滴在心頭 當初的從無到有 而且從一片荒芙 一直到現在規劃的這麼完善 然後又看到當地的民眾 他們的熱情 跟他們的歡喜 心裡面是感覺非常驕傲 而且感覺到非常地溫馨 從以公代政就參與 如今負責教堂興建工程 兼工的本地人波里斯 對慈濟免費供應營造工人素食午餐 他帶頭響應 他們不想接受這個想法 但是他們吃了食物 他們在這個想法 推速五個月來 從反彈到一片叫好 慈濟症災總能走出新格局 開花結果必然經過披荊戰機 去年輕盟獲頓 最後提起真得在